那只是让邻居好失望 怎么会把邻居的家当成自家的提款机呢 让人摇头 这位赤伯哥 带您看看 他只要缺陈呢 就直接呢偷偷跑到隔壁家来偷东西 嫌犯呢是四度呢闯进邻居的家 红酒啦 零食啦 金戒指啦 现今看到什么就偷什么 前前后后一够偷了四万多元 监视器画面中上身打赤伯的男子 在屋子左右张望 居然屋里没人 马上拿出螺丝起子跟铁丝 想要破坏门锁偷东西 上身赤伯的小偷大摇大摆 从容不迫地开门锁 一点都不怕被发现 原来这已经是他第四次 潜入这间屋子行窃 偷的还是隔壁邻居家 这偷偷看的就是知道什么人吧 这儿穿车啊 把邻居家当成提款机的 是住在屏东县潮州镇的酌性男子 他因为熟知邻居作息 只要缺钱就会趁没人在家的时候潜入 红酒临时现金什么都偷 小偷前前后后一共闯了四次空门 屋主发现家里的东西无一而非 装了针孔摄影机才知道家里有贼 只是没想到天天照明的邻居 这竟然就是小偷 专讯文章春华评论报道